大家好,欢迎收听民间故事,听有鬼神两则,排水站。 我也是听老家的老人说的,姥姥家所在的地方有一座排水站,排水站前面有一座小桥,只要进村就必须过桥,而且还会看到那个排水站。 在60年左右的时候,村里有一户人家买了一个电视,那时候一家有电视,几乎是全村的事,村里的人们都去看电视。 在离排水站最近的一户人家也去了,家里有个六七岁左右的小孩,在临走的时候想上厕所,他妈妈就说让他去墙角解决。 当他在提裤子的时候,看到墙角有个穿着白色长裙披着头发的女人。 他妈妈来找他,小孩也没放在心上,和妈妈说了一下,他妈妈当时吓得就不行了。 但在一个星期后,男孩发高烧就死了。 还有一次在70年左右,一个老头去办事,大半夜才回来,走到桥头,看见桥中间,一个穿着白裙子披着长头发的女人,背对着他。 他拍了拍女人的肩膀说, 这是哪家的闺女啊,怎么不回家呀? 女人转过身来,老头吓得撒腿就好,因为那女人的舌头搭了到地上,当地叫吊死鬼。 没有几天,老人就死了。 还有排水站,当年只要有大半夜回家的人,都能看见排水站旁边有个两米多高的东西,眼睛像灯泡那样的。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,最可怕的事,是我的太老爷太姥姥,在我妈妈年轻的时候,在那个排水站住过。 他们总能听见女人的声音,哭他的儿子。 我太老爷胆子很大,出去看了一眼,发现什么都没有,回去又听见哭声。 没过几天,我太姥姥就生病了,搬着了出去,剩下我太老爷一个人。 到了晚上,太老爷一个人在屋子里面睡觉,突然看见旁边有一个女的。 太老爷并没有害怕,领着那个女的到门口把门打开,把她送了出去。 回去又躺在了康上,可是那个女的又来了,直愣愣地看着我太老爷。 太老爷根本不怕这个,就任由他来,自己睡觉去了。 可不久,太老爷也生病了,也搬了出去,后来也有人住,但是住的人不是死,就是病。 排水站,也就荒废了。 感谢陈分享的故事,接着再讲一个,照片中的脚。 朋友是从菲律宾到加拿大留学,在加拿大念书的时候,和母亲共住一间小房子。 朋友的书桌摆在房间的角落,旁边有一扇窗。 朋友是个十分用功的人,但搬进房子后不久。 每当他坐在书桌前专心念书时,便感觉到一直有东西轻轻敲着他的脖梗。 起初他以为是自己神经过敏,便不太在意。 但久而久之,这种感觉便一直存在,只要他一坐在书桌前,就不停地感觉有东西轻出他的脖梗。 然而,只要一离开书桌,这种感觉便消失得无影无踪。 于是,他便把这个情形告诉了他的母亲。 他的母亲就找了个算命师资讯,算命师告诉他,有许多肉眼看不到的东西可以被照相机所捕捉。 于是,就叫他下次再有这种感觉的时候,马上拍张照片,说不定可以解开谜底。 朋友是半信半疑,回到家后便坐在书桌前念书。 不一会儿,又感觉到有东西轻轻敲着他的脖梗。 他的母亲马上替他拍了张照片,赶紧送去照相馆冲洗。 拿到照片时,两人接下的脸色发白。 照片上,在朋友身旁的是一双悬在空中的脚。 原来朋友一直感觉到的便是上吊自杀的那个人,悬在空中的脚。 因在空中摆荡而不停地接触他的脖梗。 感谢小兰分享的故事,谢谢大家的收听,我是阿浩,咱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